喂 喂 好 那時間差不多 喂 這個麥克風聲音怎麼這樣 喂 喂 那時間差不多我就開始 喂 好 沒關係 大家聽得見嗎 聽得見嗎 是不是聲音有點奇怪 那 就是開始今天 那我今天要講的是 就是NFT的多種宇宙 其實就是今天前面蠻多的講者 已經講了很多關於NFT的一些技術細節 那我今天的話 可能會著重在它的一些應用 那除了一些強勁的應用外 我還會講一些 我認為三個很特別的應用 就是分別是育餅NFT 不可選擇NFT 還有Writing NFT 那先開始今天的介紹 那大家想到NFT是什麼 可能這邊很多的人 非常熟悉 那還是就不免 所以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相對於同質化代幣 它可能是例如BitB 它每一顆代幣 它有相同的交易價 那NFT它是非同化代幣 它其實更代表像是虛擬世界的物品的憑證 它代表就是你擁有不同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每一顆NFT 它都是不一樣 它有各自的編號 好 那 因為這個特性 它其實可以產生很多不同的應用 那 這邊有兩個新聞 一個可能是大家熟悉的負能相關 一個是投資相關 也許它還有很多不同的應用 例如藝術品、收藏品、身份 或是一些其他的相關 那這些都是偏偏不會講到的 這都是可能大家比較熟悉 會知道的 會知道的 這些今天都比較普通 不會再提起 那我會講一些 可能比較不一樣的 謝謝 那 NFT還可以做什麼 其實就是剛剛提到的 它其實是一種綁定的概念 它可以讓一些原資料 透過NFT可以做一個連結 所以它其實還可以應用在 一些其他的地方 那我第一個要講是 不可轉讓NFT 剛剛其實講很多 關於什麼收藏品、藝術品 它都是一個 因為它可以交易 而產生的價值 那我這邊為什麼會先講 不可轉讓NFT呢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概念 它叫做收藏Potten 這個名詞 它其實於今年的1月 Fipari 在它的推特上首次提出 那 這個名詞 可能有的人已經聽過 可是可能跟這個區塊鏈沒有關係 那它在哪裡聽過呢 對 它其實這個名詞 是源自於一個多人的線上遊戲 魔獸世界 它這個東西 它代表的是說 它的收藏Potten的道具 就是靈魂版本的道具 它其實是無法透過 用任何的交易手段來獲得 它只能讓你的角色 可能是自己去完成了指定的任務 或是擊殺指定的Post 而獲得 那在你獲得後 就是可能是解完任務拿到以後 你就不能夠透過交易 或是把它丟出來給其他的角色 它就是屬於你這個角色的道具 或是物品品 這就是靈魂綁定 它綁定在你這隻角色 也就是這個身份上面 那這個概念它其實 就是在後續的今年5月 另外兩位作者 就把它做個延伸 寫了一篇三十七頁的論論 Dicentralized Society Finding WebSense 去中心化社會 尋找Web3的靈魂 這個名詞可能看了以後 這個標題看了以後 我完全不知道在講什麼 沒關係 那我這邊再繼續講一下 它其實就是在講金剛的Soupabot Token 那它其中講了蠻多 關於它的算式概念 例如Soupabot Token 它在文中把它定義是一種 不可轉讓人的NFT 它就是專屬於每一個靈魂的NFT 那靈魂我們剛剛一直講到是什麼 其實就是像在遊戲中的角色 在這個事實中 它就是作為帳戶 就是捏迪制止 它可以持有任何的Soupabot Token 那它除了持有以外 它還可以做什麼 就是發行的角色 所以靈魂也可以像其他的靈魂 發行的Soupabot Token 這個可能目前是比較順序 那我們這邊舉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 我一個大學作為一個靈魂 例如 我現在像發行一個Soupabot Token 那我發行的Soupabot Token 是一個學位證明 那拿到這個Soupabot Token的靈魂 也就是一個學生 他拿到了這個Soupabot Token 因為它是在拿到的當下 就跟我的身份做了一個結合 所以它就是可以證明 我從這個大學這個靈魂中 獲得了這個學位證明 它是可以永遠的 證明我完成了這個學位 那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關聯 例如運動場可以發行Soupabot Token 給球迷這個靈魂 拿到後可以證明 他參加過這場球賽 那可能還有 就是利用Soupabot Token的關聯 來代表他們的租金關係 那公司跟職員 也可以用Soupabot Token 證明他們的不用關係 那這些透過靈魂組成的去中心化生態系 叫做Central Society 就是透過每一個靈魂間 用Soupabot Token證明彼此的關係 這產生的一個連結 那這個東西有什麼用 在這個文中 大概提了八點它的用力 那我這邊大概會講五點 我覺得還蠻重要 第一點社交出處 就是例如藝術家 我們剛剛有提到 他可能可以發行一些藝術品品的T 那他要怎麼證明 那是他自己發行 他可以使用的是 與自己的靈魂做連結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NFT它其實是可以紀錄 以及綁定一些相關的資料 那他的自己的靈魂 如果能夠透過剛剛搜尋方法的方式 證明他是屬於自己的靈魂 那他就可以把自己的靈魂 寫在NFT的紀錄裡面 讓任何人可以知道說 這個NFT它的源頭 就是作者 是我自己這個靈魂 他就可以避免被抄襲 那再來的話是 貸款 像其實現在社會 我們一般去銀行 要怎麼貸到錢 應該就是信用貸款 就是你可以用自己的個人做擔保 可以貸到一些錢 或是抵押貸款 那在ISAC世界中 其實應該一般來講 會是超額抵押 因為你沒有辦法證明 你的地址有什麼信用 所以一般會用更高額的虛擬資產來做抵押 但是如果可以透過 因為你個人會累積很多你的靈魂歷史 可能包括你是哪個公司的職員 哪個學校畢業 你參加了過什麼動 所以你會有你的靈魂的Sopan Token 作為你的歷史 所以你其實就可以用這個來做信用的證明 那當然這群人 就是要借錢給你的人 他也可以發現Sopan Token作為借貸證明 就是在你的靈魂上 你就會有一個紀錄 你跟誰借了多少錢 那當然如果你能夠成功的 正常還款 其實他就可以再發送一個Sopan Token 證明你有還過 那這樣的話就是有借貸有還款 就是可以證明你有成功還款能力 他其實也可以作為信用分數 其實就是可以取代我們現在有很多 就是中心化的信用分數 那再來的話是社交恢復 什麼是社交恢復 應該大家可能有聽過一些社交恢復的錢包 可能兒覺得類類的 他可能是透過監護人 但是因為監護人可能經過時間 然後或是關係生變 可能沒有太方便 不太好找回原來的監護人 幫你證明你的錢包 那他可以這邊 就可以在Sopan Token和DISA中 就會說我們可以用可信賴的靈魂來投票 恢復你的靈魂 就是如果你能夠去找到很多 有Sopan Token歷史可信賴的靈魂 能證明你是本人 他可以用靈魂交叉投票的方式 就是如果你忘記你的讀記詞 可以幫你把你的帳號恢復 那這個除了像社交恢復帳號 有這個功能以外 他還可以杜絕什麼 就是杜絕了靈魂犯售語 因為如果你把你的帳號賣了 那是你可以用社交恢復的方式把它恢復回來 那其實買的人就會覺得 我買並沒有意義 所以他就不會去買 那當然就是可以杜絕這件問題 那當然 那當然竊取 如果我偷走了你還是可以恢復 那我就不會去痛你了 那再來的話靈魂空投 現在一般來講 在區塊鏈時中的空投 大部分是透過可能大部分資產 就是Token 你擁有的越多 可以給你相對應的空投 但是其實很多的是一些 有在參與社群的一些活躍使用者 但是他可能沒有那麼多相對應的Token 但是如果可以透過這個Sopan Token 他可以證明他有去參加很多的活動 證明他有對社群的貢獻 他也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辨別 哪些是真的有在使用 而且積極參與的使用者來進行空投 那剛剛講的很多其實 他還會造成有一個效果 就是可以做機器人與真人的辨識 因為其實真人 他會去累積大量Token的紀錄 他可能是可以用來辨識真人 這些種方式式 那剛剛講的Sopan Token 他是一種不能轉讓MFTP 但是我們現實目前有這種的MFTP嗎 其實是還沒有一個完全全合他的MFTP 所以他比較像是一個目前新提出的概念 但是這個概念有一些類似的專案 或是類似的體化 例如POAP 他並不是完全全合Sopan Token 但是他其實是有一個相同的概念 他是初期證明協議 就是他這個東西他也是MFTP 他是用來證明你參加過哪些活動 實體活動 他是於2019在丹佛黑客松期間創立的 那創立的團隊那個時候是讓他運行在以太坊的策鏈 所以他是一個MFTP 遵守亞視器而已 那當然 他就是類似右邊這個圖圖的一種非章貼紙 他是作為初期證明 可能你到了一個活動 你掃了一個QR Code 拿到了相關的MFTP的鑄造的權利 然後你可以去獲得這個MFTP 但是因為他其實運用在策鏈 相當的便宜 所以他通常都是主辦方其實免費的提供 因為他的GAS很低 所以其實主辦方申請錢就可以提供了 所以他並沒有那麼高的交易價值 但是他擁有的是什麼 是你的收藏價值 因為他可以證明這個人參加過的那些活動 然後證明你去實體的去 跟哪些人去主辦這個活動 所以他比較相信你個人履歷的徽章 收集 這個其實我剛在屋下的攤位 有看到有的攤位有用這個當獎 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忘記是哪一攤了 那他就是雖然他是 剛剛提到類似是Soapop的概念 但是他還是可以交易 如果你支付相對應的GAS 你還是可以把它移動到 以太列的經典的商家OFNC 他一樣相似可以去贊售 但是其實他除了是一個專案 他也是個概念 POAP的概念他其實不僅欠於 這個在以太列上 他在很多其他其他的鏈上也有相關的計畫 例如在Cosmos生態系的Decimal鏈 有相應的模組 他也可以去做POAP的相關 你也可以用他們的模組的智能合約 申請一個POAP的主辦 然後去發放給你想要發送的人 那右邊的話 這個就是他離個人經典2022的收集 那右下的話 這個POAP它的那個收集的方式是 他可以用這邊的寫QRCOCO 跟那個密碼的方法 去讓你獲得的POAP 那剛剛是我講的第一個 算是特別NFT應用 那現在我想想第二個 域名NFT 這個域名NFT 這個域名NFT其實就是 我這邊有打一行 就是事與非同時代畫 代幣相連的加密密情報地址 可能不是很懂 那其實我這邊有一張就圖圖 就是例如我們現在的網路 其實你可能可以輸入一個網址 例如打抗 他透過NFT域名系統 他可以找到一個很複雜的IP 他就會自動賣得上 那透過玉名NFT 他有類似的概念 他可以透過你註冊的一個域名 然後透過這個系統 找到你的強調地址 那既然他是一個NFT 他還會有 會有一些NFT相關的優勢 他可以販售、可以交易 那他當然也是因為你是唯一的 所以就是你擁有這個NFT的人 你可以去自動自己去 變更其中你所要代表的地址 所以你可以買到這個玉名後 你把你的自己的錢包地址更新在這邊 它就可以成為你屬於你自己的玉名 那我以下會有幾個例子 例如這邊的話是個 Starnet系統 它其實在玉名NFT 它有蠻多的服務廠 那當然 Starnet是其中夾 然後它就是我們註冊一個叫做 OneCat的玉名 那後面加上Starnet的鬼罪 例如 信號Like 它就可以用這個玉名去交易 或什麼生態系統的代幣 所以我可能就不需要去寄一個很 很長很難寄的地址 我只要告訴別人我 玉名是OneCat的Like 信號Like 它就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跟我幫忙交易 那其他幾件輸入後 它自然會幫你找到所對應的地址 那其實像是 ENAS是比較大家常聽到的 其實也是有相關的概念 它一樣可以進行錢 包括代表 然後幫忙轉賬交易 它一樣可以註冊比特幣 一台幣那些些 但是它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其實它可以在它的 域名後面加一個點link 它就可以成為類似 我們DNS的網路地址 它可以直接點到一個網站 例如我們 IPFS的Name Service 架了一個靜態網頁 那我們再把它放在這個 OneCat.eth.link 它就可以直接連結到網路 所以其實你只要在 瀏覽器輸入這個 OneCat.eth.link 就可以看到我們放的這個靜態網頁 它就是不是透過 中心化的域名商 而是透過這個 ENAS去買的一個 算是網站的名字字 好 那剛剛的是域名NFT 再來我想想第三個 就是用NFT實現自由觸犯 其實這個方法應該很多 也可能有很多的計畫在做 那我今天講舉的例子是 WritingNFT WritingNFT是Lightland的一個專案 那它是運行在Cosmos生態系中 Lightquake券上 那 它其實就是將你的文章發佈 以及 NFT做一個結合 它其實可以讓讀者與創作者 就是透過這個NFT來做一個關聯 這句話可能有點奇怪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們一般可能大家 去發佈一個文章 或是發佈本書後 其實讀者買了之後 他可以知道他是跟你買這本書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是誰買你的書 但是透過這個方式 因為它的NFT是可以在很清楚的 知道是誰買的 所以你可以經營你的讀者關係 你可以知道是誰跟你去購買的 WritingNFT 那 後不去的話 我這邊再講一下 WritingNFT到底是什麼 就是 它其實可以讓你的任何的文章 無論篇篇或內容 透過去中心化的方式 記錄在鏈上 將這個資料再去 透過NFT的鏈接能力 去把它連結 然後進行出版 所以其實 在你創作的時候 如果就已經把你的文章 進行了上鏈 同時 它就是已經完成了所謂的發表 那再來的話就是 所謂的NFT 為什麼要有NFT 就是其實可以讓你 跟你的文章做連結 等於 你是把你在鏈上系統的一筆資料 用NFT的顯示 可以去跟其他人進行交流 或是販售 那我們這邊舉一個比較清楚的例子 就是可能我二十天的顯示 傳統的方式 要透過左邊的這些方法 它可以經由這些 出版 發行 到讀者去購買它 那WritingNFT 它其實就是透過 資料先在你寫完的時候 文章完成 發佈的時候 先進行上鏈 所以它就是完成了出版 那上鏈後期的資料 它可以再透過NFT的連結 去發行 發行成一個 被投資發財幣 那想要去購買 跟你的作者表達支持的話 你就是去擁有這個NFT 就可以表示 你擁有這個NFT連結中的文章內容 那剛剛有一直提到說 就是在文章完成的時候 把資料出版這件事情 那可能這邊有一個就是範例 就是在 這個NFT圈上的一篇文章的範例 它其實就是 可能代表 這個文章的一些 可能有標題 然後內容 補片 然後它可能透過Airways或是IPFS 把資料放在面上 它其實就是在文章完成的時候 你只要有透過 如果剛剛提到的可能是Wordpress插件 它可以把資料上列 那這樣的話 就會完成這個資料的試試 那再來的話 只需要使用NFT 與這個資料做綁定 其實就可以去進行 所謂的販售 那販售的話 這件是Likband的 網站的連結 它就是目前的話 看起來是可以 不同的集聚進行Mint 來擁有這個NFT 那它的方法是 越早Mint的價錢會越低 可能就是從 8Like 6Like之類的 越後面的話 就是收集的人越多 它會需要用越多的Like 來進行駐造 那當然 你如果是早期的利用 比較低的價錢 命運過後 你也可以進行二手 翻售 因為它們都是 適合NFT的可交易 可販售收集 那這邊的話 就是大概我對 WritingNFT的介紹 那最後的話就是 講一下 就是WritingNFT這個部分 其實是我今天 就是分享的一種功用 那當然 其實前面也介紹了兩種 NFT它其實我覺得是 蠻多不同的種類 就是大家除了常見的 收集以外 它其實是有很多的應用 但是可能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再 就回去 也可以再找 可以跟我們討論 那其實我覺得 NFT它是一個技術 它並不是 就是 只是拿來做收集 然後一個成品 它可以做其他的應用 那大概是今天介紹 謝謝大家 謝謝